接下来请各位练习 第一题是4欧姆跟2欧姆串联 问你4欧姆功率、2欧姆功率跟厌迟提供的功率 然后这里是串联 你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以为4欧姆会有3伏特 4欧姆有3伏特吗? 没有 3伏特分给了4欧姆跟2欧姆 所以没有 没有 4欧姆没有分到3伏特 你们最后一半就是把3伏特当做 4欧姆有3伏特去做 这是错的 非显然你还需要谁 我刚才讲过串联我需要找谁 串联我比较想要找电流 你们找到电流 然后带到公司里去做 找电流也可以 我讲过观念好数学棒的人 用比一比就知道电流多少 而我们没有那么聪明 没有那么伶俐 我们就慢慢做 来 4欧姆的功率瓦多少 怎么正好说33 32 32 32 你的答案 蛤 就是4欧姆那一题啊 搬哪一题 多少 1瓦 你答案叫1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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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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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第一小题算完之后 第二小题就很简单了 为什么很简单了 因为你的电流已经算出来了 你电流已经算出来了 它就变成很简单 就可以知道两欧姆是瓦锤 你就会知道两欧姆是瓦锤 来 可爱小女生 No.10 10号 10号 10号是谁 0.5 请坐 这里相对而言就简单了 因为我电流已经知道了 0.5安培 然后有电流 有电阻如何求电功率 I平方R 所以就带进去 I平方R 那叫做0.5 就解决掉了 最后一个叫做电池提供功率多少 然后我们讲过了 你可以用总电压总电流球总功率 还可以怎么做 总提供就是总消耗 这题用总提供等于总消耗很快 为什么 因为两个消耗都算出来 你两个消耗都算出来 就很快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找到答案了 所以会多多呢 可爱大帅哥 你们班有35吗 你们班有35吗 你们班有34吗 34 我刚刚跟你讲过 他简单多了 总提供总消耗就算出来了 二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啊 请坐 你可以用总电阻总电压去算总消耗 然后呢 就等于总提供 也可以就是你两欧母消耗多少 四欧母消耗都把它加起来 就是总消耗 就直接加就好了 就直接加就好了 一个消耗1瓦 一个消耗0.5加一台就好了 或者我现在再多做一步 我用电池去思考 电池没有电阻 所以就只有P等于IV可以做 我就找到我的电流 找到我的电压往里面带 刚才已经算出来电流多少 0.5安培 电压呢 三伏特 所以带进去P等IV 答案就1.5瓦 也可以做出来 那如果你想要把那个4欧母跟2欧母 两个加起来6欧母 然后带入我的总电压 不应该注意啊 也可以啦 我们讲过很多遍了 方法不止一种 看你觉得哪一个你比较能够理解 你就有哪个方法做 这又是我们的练习23 这题的答案跟下题的答案 我在未来会用到 以后再说 可以吗 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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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